各位 鄉親復勞 電視機前及在網路上看直播的全國同胞 大家好 昨天 我在準備今天的政見的時候 就覺得心神不靈 因為我在網路新聞得知有一位新北的國中生 被殺了好幾刀 在昨天宣告不治 在這一刻 我們能夠做的 就是對這位同學跟家屬表達關心和陪伴 因此我想請全國的同胞 跟我一起為這位同學跟家屬默哀 好 謝謝 每一次事情發生以後 媒體就會大肆報導 但是事過境遷又沒有下文 其實我們要思考的是怎麼去建立一個 預防中醫治療的機制 我知道這個問題很複雜 要跨越非常多的部會 也需要民間的協助 像是很多的客戶輔導班 就需要民間的公益組織來幫忙 所謂的短板理論 就是說一個水桶 它可以裝多少水 是由最短的那一片來決定的 這位死去的孩子 還有那一位拿出彈簧道的孩子 都只是國中生 我們要思考的是 國中生總會這樣 到底是拿著彈簧道去學校 不會被發現 發現了也不能阻止 還是我們缺了什麼沒有做 才會這樣 我們如何建構一個社會安全網 來讓孩子跟家長可以安全的生活 這是我們作為領導人要思考的 我也邀請兩位總統候選人 一起思考來提出看法 接下來我要來談今天的議題 今天我們要講醫療 長照 勞保 健康是基本人權 它是一個普世價值 也不會因為不同的信仰 宗教 政治 經濟 社會 而有所不同 作為一個醫生 我非常注重國人的健康 長期以來各大醫院 急診處人滿為患 要去住院 還要去喬病房 這也是引起了很多的民怨 表面上我們民眾對健保的滿意度很高 達到97% 但是你實際去檢查我們的醫療品質 不管是國人的平均壽命 新生兒死亡率 嬰兒死亡率 孕婦 產婦的死亡率 還有癌症的存活率 甚至到所謂的可避免死亡率 我們都比日本跟韓國差 民眾的健保滿意度很高 但是事實上醫療品質不好 還有一點 民眾雖然滿意 醫療人員並不滿意 因為滿意度只有三成左右 目前民眾對健保的高滿意度 其實是建立在健保對醫護人員的壓榨上面 問題是 這種壓在不能長期下去 我想大家都聽過所謂的四大接空 因為工作比較多 錢沒有比較多 所以比較辛苦的內外富額 就大家都不想去 健保的預算不夠多 可是又包山包海 在健保快要破產的狀態下 他就發明了一個叫總額制度 意思就是說 不管你做多少 錢有什麼多 然後醫院就發現 他做了很多 可是點直被打折 那醫院就會虧本 醫院就轉過頭來 再來壓迫這些醫護人員 這就是血和醫護 這個問題 長期以來不能解決的原因 開藥多 檢查多 醫病關係差 醫療品質不好 我認為台灣的醫療制度 必須做一個全面的體檢 第一步 就是要先救健保 病人要健康 醫護人員要健康 醫護人員要健康 健保要健康 因此我主張 第一 提高醫療衛生支出的到GDP的8% 目前只有6.6% 因為錢不夠多 所以事實上 在現在 大醫院都是靠美食街跟停車場 才能夠維持財務平衡 如果純粹只有醫療本業是虧本的 第二 要提高護理的薪資跟保障醫師的點值 其實在這麼辛苦的狀態下 大家都可以想想看 如果是你家的女兒 你願意讓她去當護理師嗎 所以 終究還是市場決定一切 要提高他們的薪資才有辦法 第三 增加公衛疫苗種類 比方說 淪狀病毒 腸病毒 加強水痘疫苗 我認為 疫苗還是在醫學上最符合效益的治療方式 第四 建立全責醫護 現在如果有人住院了 家裡就要有人請假去照顧他 問題是 大家都在上班怎麼辦 所以應當是建立套系統 只要家屬每天大概出400到600塊 那醫院就會 顧一批專責的看護人員 在醫療人員的指導下 來照顧這病人 有三個好處 第一 不要專業 因為不是每個家屬都會照顧病人 二 家屬也閃到壓力 應該不用說要強迫請假上班 三 對醫護人員也是減輕負擔 因為真的家屬不來 病人大小便 還是要醫護人員去處理 第五 巴士量表不是唯一的標準 我們要簡化多元的評估方式來協助國人 第六 預防甚於治療 其實健康比醫療重要 我們應當是投資 讓病人 讓國民健康 而不是等他生病再去醫療 所以關於這個運動 戒嚴 減重 癌症 篩檢 體檢等等 甚至是三高的治療 這些都比醫療保險還重要 第七 六十五歲上的長者健保會補助 應該比照台北市的制度 我們希望長者健康 也可以減少年輕子女的負擔 因此我主張投資健康 有效醫療永續健保 投資健康就是說 健康比醫療重要 我們希望病人不生病 希望我們的國民不生病 有效醫療要病人健康 要醫護人員健康 要健保制度健康 目前我國的長照基金 用燕捐 房地合一稅 跟遺政稅來補充 用燕捐 這個就很奇怪 難道我們要鼓勵大家 湊菸來做老人的長照嗎 房地合一稅 應當是用在社會用在這裡 遺政稅 這更奇怪 難道你希望今年都十幾個有錢人嗎 財源不穩定 東湊西湊 事實上也只佔GDP的0.26% 還低於OECD國家的1.7% 搞得長照只能做半套 衛部部長薛瑞遠打爆票說 長照未來五年不會破產 我也知道不會破產 因為基金裡面還有錢 可是五年以後呢 所以我們不能把自己交給這種 沒有長期規劃 走一步 算一步的政府 長照要做得好 預算就要夠 服務要多元完整 因此柯文哲主張全面推動長照保險 也就是說政府 雇主跟人民共同負擔 平常出一點錢 有需要的時候 就有長照服務可以幫忙 第二 應當以GDP1%為目標 長照整個支出要達到2300億 才能夠形成一個有效的經濟規模 也才能夠確保它 裁員穩 服務多 涵蓋率足夠 第三 我們要提升照護品質跟頻率 照顧人力不夠就會出現夜間沒有居服員的窘境 出租型長照機構中的重重度失能者 應該要到每人每月補助三萬 否則這個補助是沒有效益的 另外 如果失能者是由家人在照顧 應當國家也要給他補助 這也可以減少家庭衝突和相對剝落感 所以長照要成功 裁員要穩 服務要多 要有制度 最後 關於勞保 勞保在2017年就入不服出了 2028年應該會破產 所以應該每年剝補1000億 然後每年召開年金改革國事會議 我們還是要每年檢討 來找出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案 目前勞退是雇主提6% 勞工自提0到6% 政府應當鼓勵勞工增加自提比例 如果雇主願意提波比例再拉高 那政府也應該給他稅率的優惠 結論 人民的健康 生活的安定 這是國家領導人的責任 要讓人民健康 就要醫護健康 要醫護健康 就要健保健康 健保的成功是台灣的驕傲 所以當然不能讓健保破產 但是也不能因為怕健保破產 就要壓榨醫護人員 因為這樣將來失去保障的是國民的健康 所以我們要健保有序 長照健全 勞保正常